祢祢就是祢的歌手 祢祢是祢的歌手 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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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安息日 在这里一起要来聚会敬拜神 那我们因为在线上 所以我们先做悟性的祷告 再开始来聚会 请我们一起低头莫道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顺名祷告 至尊荣耀的真神 祢是我们人类的救主 祢是天地的主宰 也是我们万人的父 我们今天在安息圣日 调转脚步来到祢的面前 一起聚会来学习圣经 求主祢借着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心窍能够打开 一起查考圣经 在灵性上得到造就 主啊 现在在疫情当中 虽然我们无法做实体的聚会 我们却能在线上 一起在这里来用虔诚感恩的心 来敬拜祢 求主耶稣照着安息圣日 应许的祝福 能够赐福给每个家庭 跟用虔诚的心来到祢面前的人 我们也向祢恳求 在这疫情当中 大家被这灾难 所侵袭影响 我们也求主 祢能够灵敏 能够拯救 让这疫情很快的过去 使我们过尽全的生活 我们也愿意在祢的面前 能够立定心志 能够用虔诚感恩的心 来敬拜祢 也使我们能够虔诚 平安无事的度日 我们在聚会前向祢这样祷告 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恩惠平安 归给我们还诚心 来到祢面前的人 哈利路亚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在线上的各位长辈 我们大家平安 时间也过得很快 又一个安息 那我们大家能够聚集在线上 一起来聚会 敬拜神 那求主耶稣 祿福给我们 我们因为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没有来到会堂里面 一起唱诗祷告 但是我也听到 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 都能够播出时间 无论是早上晚上 或者中午 或者其他有空闲的时间 就跪下来祷告 所以在祷告中 他们也体会很多主的恩典 而且时间也加长 那我们今天早上就用圣经里面 一段的神迹来谈 窃窃祷祷告神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十二章 十二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那时 犀利王下手 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件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笑的日子 犀利拿了彼得 收在间里 交互士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一夜节 后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伴他 于是彼得被囚在间里 教会却为他 窃窃地祷告神 犀利将要提他 出来的前一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宾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这里有一句经文 就是第五节 当时彼得被囚在间里 教会窃窃地祷告神 我们今天因为疫情也不能出门 好像关在家里一样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出来 不要像被关在家里 关在间里一样 我们应该能够窃窃地祷告 求神能够来开路 也让这个灾难能够过去 所以窃窃祷告神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当一个人 遇到困难 遇到危险 遇到患难 生命遭受威胁 我们都应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所以祷告这件事情 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但是我们是不容去忽略 我们应该要看重 除了一个人祷告之外 我们可以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好像马太福音十八章说 我们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 在地面上祷告求什么事情 他都必成全 我们的聚会也是一样 主必与我们同战 当时的教会是面对很大的逼迫 因为西利王要杀害 这些信耶稣的 所以当时雅各已经被杀害 但是他也觉得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喜欢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在当时的世代里面 是受到很大的逼迫 环境给人有一种信心的考验 当然环境也给我们极大的忍耐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撒旦也是会用现今的环境 来逼迫我们的信仰 来折磨我们的信心 甚至于也会让这个教会 因为没有实体的聚会 或者大家都示善 就像当时十二节说 彼得出尖牢的时候 他想了一想 想说到底信徒在哪里 原来就是在 把这个称作马可的约翰 他的母亲是玛利亚的家里 因为在那边有人 在那边聚集祷告 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受到逼迫 好像彼得被关在监牢 但是那些人 还是在一个家庭里面 是聚集祷告 因为他们的祷告 大家的祷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第五节说是 是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 所以教会有祷告的力量 对圣工的帮助是很大的 教会有祷告的传记 这个可以成就很多美事 我们今天为牧道朋友 为全家信主祷告 我们应该动员 教会切切祷告神 如果你看十二章 你可以看到有几只手 这里面有西利的手 西利的手就是撒旦 借着西利的手来残害教会 来伤害雅各 甚至于要来捉拿彼得 这个就是西利的手 但是你可以看到教会的手 教会的手就是切切祷告 他是伸出手来祷告神 那你也可以看到神的手 在无形当中 神的手就是帮助 施恩拯救 那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彼得的手 彼得的手是被锁链捆住 而且有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如果你再详细看 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个使徒的手 使你的手 就是十五节 有一个使徒 他当时因为彼得出监牢 他来开门 他不认为这是彼得 他觉得说这是彼得的天使 其实你如果看到第七节之后 就是天使来救彼得 所以如果加上罗大的手 跟天使的手 这里面就有六双手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手 但是其实就是教导我们 我们要有祷告的手 能够伸出手来 向神举手祷告 把我们的心举向神的面前 能够求神帮助 求神带领 求神施恩 求神拯救 我们来看第一节 那时 西立下手 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这边讲到那时 如果你查考使徒行传 从第八章开始 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 那个逼迫很大 所以从耶路撒冷之后 门徒就从犹太地就四散 四散到各地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受到逼迫 就停止了传福音 或者停止了教会的圣功 或者停止了 这个教会的牧养 第八章 当时就记载 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示善 到犹太跟撒玛利亚 这是第八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使徒行传里面 给我们一个教会 圣功的方向 因为在第一章 第八节里面说 圣灵将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得到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第几位主做见证 所以我们的圣功 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 只有在一个点 要昏散到另外一个 两个点 成就一个线 三个点就成就一个面 所以从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要传到地极 所以教会逼迫 门徒示善 但是呢 他们把福音传开 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 神非常奇妙的带领 虽然我们没有在教会实体聚会 但是我们圣功 还是持续进行 包括祷告团契 成人团契 或者招晚导 或者线上的访问 都可以一起来同工关怀 虽然那时 犀利下手 残害教会中的人 所以那时候是有苦难 有天灾 也有人祸 这个天灾是当时 耶路撒冷的饥荒 所以十一节里面 有提到 他们募捐之后 就把这个款项 去帮助 这个饥荒中 困苦的 一些同龄 所以十一章二十九节 就是他们把这个捐项 就送到犹太的弟兄那里 所以一个灾难临到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看到 虽然这个是天灾 但是也是人祸 但是我们看到天灾 因为是饥荒 所以要有爱心的帮补 要有 这个 关怀的事工 那因为有这个苦难 犀利王的下手 杀害教会中的人 所以 教会应当要为这个事情 要有信心的祷告 我们相信 在主里面 是有平安的 虽然事实上有苦难 那这个时候 正是除笑的日子 除笑的日子 就是犀利王想说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所以他想 现在呢 是除笑的日子 所以 他要在这个时候 借着机会 要把彼得除掉 但是时间 生命是神所示的 虽然 犀利王 他有 细部的 轨迹 跟谋算 但是神 掌管万物 他也掌管人的生命 虽然 犀利王要 除笑 就是要把 这个使徒 教会中的 这个 带领的人 把他除掉 但是 真正被除掉的是 犀利王 因为彼得 并没有被除掉 反而是 在 23节 犀利王 被一条虫 就把他除掉了 所以我们知道 生命 动作存留 都在神 所以人 虽然有 谋害 真正 掌管 人生命的 在神 好像 以斯铁记 以斯铁记里面 哈曼用计谋 要害死 这个 犹太人 但是当时 莫迪改 跟以斯铁讲 你今天得到 王后的未婚 不是为了 现金的机会吗 你要去求国王 所以后来 哈曼的计谋 就败露了 结果呢 本来 哈曼准备的木匠 要来 定这个 莫迪改 结果 反而定了自己 所以 害人 却害自己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神是掌管 天地万物 也是掌管 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应该 把我们的生活 动作存留 都交托在 神的手中 我们的终生的事 都在神的手里 所以你从这里 可以看到 西利王虽然下手 杀害了 亚各 那彼得 本来也是要被杀害 有些人就问 那为什么 亚各死掉 彼得没有死呢 其实 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可贵的 有些人 虽然死了 但是他死在 他的工作完成 死在神的旨意当中 这也是一件美事 他走完 人生的路程 但是有些人 你看他是 该死的 好像彼得 但是神 如果不愿意 他还有 工作要做 神还是会 留他生命 所以我们 对生死 并不可怕 所以今天 有些人想说 遇到这个灾情 到底患难 灾祸 会不会临到我 其实我们都不用害怕 我们应该要信靠的是 这一位神 雅各又被用刀杀掉 彼得是被用手捉拿 那你可以看到 犀利的手 他是残酷的 他要捉拿当时的使徒 把他们监禁折打 甚至流血 那你可以看到 彼得虽然被 收在尖里 而且有四班 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这个说起来 是十六个人在看守 所以他 被用锁链 把他捆住 所以彼得的手 是被捆绑的 他是被收在尖里 好像已经无能为力 但是你可以看到 犀利的手 是用 诡计 要来取悦 犹太人 要来杀害当时的信徒 那这个时候呢 犹太人 他的阴谋 其实也借着 也借着 也借着 犀利 来残害 当时 这个信徒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 虽然没有 受到这个捆绑 但是彼得被捆绑的时候 教会就窃切 为他来祷告神 当时的信徒 我们可以看 贴撒罗尼加前书 我们看贴撒罗尼加前书 贴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二章 二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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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十四节 弟兄们 你们曾笑话 犹太宗在基督里面 神的各教会 因为你们也受了 本地人的苦害 像他们受了 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这犹太人杀害了 主耶稣和先知 又把你们赶出去 他们不得神的许悦 且与众人为敌 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 使外邦人得救 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 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 已经到了极处 犹太人 要残害教会的人 但是其实神的愤怒 并不是显在彼得身上 是显在犹太人身上 后来犹太人 就被一条虫咬死了 所以犹太人的手 他是有权有 有兵有足 有权有势的人 但是他的 这个手 却无法 来杀害彼得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魔鬼也会借着 某种的环境 来影响我们的信仰 阻挡我们 但是我们 可以看到 神的眷顾跟保守 所以启示录里面提到 说撒旦知道时候不多 他就气混混的到地面上来 但是到了启示录的 这个二十章里面说 虽然撒旦困住这个 圣徒的淫 蒙爱的城 但是神还是会 救拔 这个他的子民 因为不受残害 反而会将 撒旦的计谋 跟这个二者的攻击 把他丢在 硫磺火壶里面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教会 就像一个圣徒的淫 蒙爱的城一样 我们没有阴间的钱柄 可以胜过他 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 所以启示录里面 特别提到 我们是圣徒的淫 蒙爱的城 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 二十章第九节 他们上来 遍满全地 围住圣徒的淫 蒙爱的城 由火从天降下 烧灭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就被扔在硫磺的火壶 就是兽跟假先知 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圣徒的淫 蒙爱的城 如果你看到当时 使徒时代的教会 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团契彼此相爱 真的像一个圣徒的淫 蒙爱的城 所以我们今天 有些人说 非常怀念 能够在教会里面聚会 那今天不能够来教会 虽然在线上聚会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并没有离开 神 神也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虽然在线上 一个无形的教会 在我们当中 是圣徒的淫 蒙爱的城 我们今天更要举起手 切切切祷告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教会 它是手无寸铁 无兵无足 跟西利王比起来 跟二者撒旦的手比起来 教会好像无能为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由神 施恩的手可以得帮助 所以教会 切切为他祷告神 这个切切 是指着恒切 也指着 伸出手来 迫切地祷告 所以我们的手 不是下垂的 我们的手是要伸出来 切切地祷告神 所以教会 要有一双祷告的手 祷告的手 可以摇动天地 可以改变世界 祷告的手 可以带动圣工 可以帮助信徒 得到恩典 祷告能够让我们得享平安 祷告可以经过我们的信心 祷告也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力量 所以祷告的手非常奇妙 你可以看到使徒的教会 他们刚开始就是有120个人 同心合意 恒切祷告 所以圣灵降临之后 圣灵就充满在当中 而且圣灵动工 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 圣灵的应许 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 第三章讲到圣灵动工 所以神机显明 第四章就讲到 开始有撒旦的阻挡 阻挡他们不能传福音 不能做见证 但是他们说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的不能不说 有些人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教会关门 很多地方也不能有正常的活动 但是我们今天虽然教会不能聚会 我们还是在线上 能够一起分享圣经的道理 一起来亲近神 这也是感谢神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手不能下垂 我们的心也不能冷淡 我们的手要挤起来 而且迫切的为教会祷告 为台湾疫情祷告 为世界灾难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的手能够改变 能够蒙神垂听 求主帮助 所以教会的手 可以让我们看到 神的手就彰显在当中 所以神的手呢 就借着天使救彼得出监牢 我们来看第七节 忽然有主的使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 拍醒了 说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同他手上脱落了 天使对他说 束上带子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 披上歪衣跟我走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 只当作是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 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西利的手 跟犹太百姓 一切所盼望的 这边谈到神的手 救他脱离西利的手 撒旦的手 就是借着西利的手 来攻击教会 尝碍信徒 那今天神的手 也借着天使的手 来救他 脱离了西利的手 所以这个十二章里面 你可以看到 彼得的手 虽然是被锁链链住 但是神的手 就帮助他 神的手是施恩的手 是大人的手 是拯救的手 神的手是大有人力的 神的手在我们当中 能够彰显他的作为 而且本来是除笑的日子 西利想要办他 那第七节说 忽然 这个忽然就是 在你料想不到 意外之中 忽然 忽然就是 你 料想不到 怎么忽然间有这种事情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 窃窃祷告神 危机变转机 绝望看到希望 黑暗看到光明 你已经无路 可以看到出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给我们盼望 所以 罗马书里面说 神是 使人有盼望的神 所以我们 今天可以看到 这一切 都是出于神的作为 彼得 西利 绝对想不到 西利王本来要办他 结果 万万想不到 神 拯救他 借着天使 救他出监牢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曾经有教会受到逼迫 因为信仰不自由 结果 结果呢 弟兄姐妹 窃窃地祷告 结果那个 怪手 要把教会拆掉 结果呢 怪手不动了 而且 天使来 拯救他们 也有这样的见证 因为当时 有一个地区就是 这个信仰受到很多限制 所以 弟兄姐妹 就是 窃窃地祷告神 结果在祷告当中 很奇妙 这个天使 显现在空中 就把这个 逼迫教会的 这些 部门的人 就把他 赶走了 结果 这个教会 就在这边 兴旺起来 福音就发展 好像 二十四节 说 神的道 日渐兴旺 夜花管传 神的道 日渐兴旺 就是借着教会 切切地祷告神 所以 危机变转机 当神 有主的使者 来到 彼得的旁边 这个屋里是花光的 天使就拍彼得的肋旁 然后叫他 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 监牢的门就打开了 临彼得出监牢 而且从 一层的监牢 到第二层监牢 而且走到 第一条街 走过了第一条街 天使就离开了 彼得还以为 这个是一个意象 他不能够 深切体会说 这个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神的作为 非常奇妙 西方亚苏 第三章里面说 神是大有人力的 我们来看西方亚苏 西方亚苏 西方亚苏第三章 十七节 西方亚苏 三章十七节 耶和华 耶和华你的神 是施行拯救 大有人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逼你欢欣喜乐 默然爱你 神默然爱你 你看彼得 连神 借着死者 救他出监牢 他还 非常安然 好像 断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中 他不会因为说 这个 冰钉看守他 铁链练住他 他在监牢里面 他就害怕 恐惧不安 他完全都不害怕 他不像门徒 在海上的时候 遇到风浪 就大声呼喊说 主啊 我们都丧命了 你不救吗 彼得当时的情况 就是说 他把生死都 交托在神的手里了 他相信 我活为主 活死为主 死吗 所以 他都不害怕 所以我们遇到灾难 也不用害怕 因为神在我们当中 他施行拯救 他大有人力 而且他是 默然的爱你 这一节经文 也可以看到 西方亚先知 特别讲到 虽然在这个时候 神是隐藏 但是其实 他是在我们当中 他施行拯救 让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作为 非常奇妙 神施恩的手 我们来看 尼西米记 尼西米记 尼西米记的第二章 第二章第八节 又是招书通知管理 黄元岭的雅萨 使他给我木料 做鼠殿 银楼之门的横梁 跟城墙 以我自己房屋所使用的 王隐隐了我 因我的神 因我神 施恩的手帮助我 这里有一句话 神 施恩的手帮助我 我们再看第二章 十八节 我告诉他们 我神施恩的手 怎样帮助我 我们刚刚有看到 犀利的手 彼得的手 犀利的手 你也可以看到 背后 有个撒旦的手 但是当你看到 天使的手 拯救彼得 出监牢 这里面就有 神 无形的手 神的手是 施恩的手 来帮助 拯救他 就好像 尼西米 尼西米在 听到 这个耶路撒冷 遭难 他就告诉百姓 说我们 一起祷告 一起为这个耶路撒冷 城墙的修造 来祷告 那他之前 为了能够回到家乡 来重修城墙 他也不知道 能不能为国王 来让国王准驾 所以他就祷告 他是心中末道 这种心中末道 是切切祷告神 因为在王的面前 你不能面带愁容 王如果生气 你命都难保了 结果很奇妙 他切切祷告 他心中末道 结果王就 允许他回去 而且还下招书 给他木材 所以他深刻体会到 是神施恩的手 来帮助我 所以第八节 尼西米记的 第二章第八节跟十八节 都有强调 神施恩的手 帮助我 那我们今天可以从尼西米记里面 也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教会的圣工 我们个人的生活 我们都要看到 神的手在帮助带领我们 当你遇到病痛 当你遇到危险 遇到患难 当你走到尽头 走到节路 你可以看到 神施恩的手 帮助你 好像 摩西带领百姓 要出埃及 走到红海 没有路了 后面又有追兵 那怎么办 他就手中拿出神的杖 所以他就是 窃窃 祷告神 所以神就借着东风 让这个红海 变成干地 百姓就可以过去了 耶稣亚在打战的时候 也是一样 看到太阳都快下山了 他知道 征战得胜 就是靠神 所以他向神祷告 结果日夜停止 这个就是神是大有能力的 他听人的祷告 我们人生就好像一场征战 但是你祷告中 你要信靠神 祂是有能力 施行拯救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摩西 在跟亚玛利人打战的时候 他叫耶稣亚 你要到山下 去跟亚玛利人打战 但是当摩西的手下垂的时候 他因为有人的软弱 手垂下来了 这个亚玛利人就得胜了 这个以色列人就打败了 所以亚伦护尔就在旁边帮助他 所以当彼得冠牵牢 教会要在旁边扶持他 帮助他 为他祷告 让他能够出牵牢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任何困难 也是要透过祷告 求神帮助 求神带领 求神开路 所以当摩西的手 举起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得胜了 以色列人就得胜了 但你也要祷告 你也要祷告 所以义人祷告大有功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以利亚 以利亚他也曾经在罗腾书下求食 可是他窃窃祷告 所以就降下以来 但是人都有软弱 彼得他也曾经软弱 但是他窃窃祷告 教会需要窃窃祷告 所以彼得能够出牵牢 这也是教会的祷告 所产生的功效 所以我们今天 教会有责任 为台湾疫情祷告 为世界灾难祷告 我们为教会圣公祷告 也为家庭祷告 我们来看这个耶伯记 耶伯记的三十七章 耶伯记三十七章 二十一节 现在有云遮蔽 人不得见穷昌的光亮 但风吹过 天又花晴 我们现在好像生活在 这个乌云遮蔽的天空之下 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要懂得 当你在极难中 求告神 他必搭救你 因为在乌云遮蔽下的天空 虽然你不得见穷昌的亮光 但是我们透过祷告 你可以祷告 充满了阳光的神 他在乌云之上 他还是垂顾我们 看顾我们 就好像彼得 虽然在西利王的捆绑之下 但是他还是能够 得到神的施恩帮助 求主耶稣 也能够纪念我们各教会 为这一次疫情的祷告 让我们祷告的手不置下垂 而且能够坚固 得到神施恩的手的帮助 我们来唱诗406首 词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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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